民众开车上路最怕就是迷路 卫星导航可以说是大家的好朋友 但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常说的GPS定位 只是卫星导航中的其中一种定位系统 由美国开发普遍应用在全球 但其实还存在着其他的定位系统 除了GPS还有俄罗斯开发的Gronas 以及中国的北斗定位和欧洲的企业略 但在使用范围上 目前只有GPS跟Gronas能够完全覆盖全球 随着科技的进步 厂商更开发了一种多模组晶片 一次搭载Gronas和GPS的双定位系统 把晶片安装在手机里 可同时接收两组卫星系统 为的就是要提高定位的准确度 新型的手机本身功能增强 内建多模组定位系统 它可以使用美国系统的GPS 也可以使用俄罗斯的Gronas 越多的卫星去定位 它的准确度跟效能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要如何知道自己的手机有没有装多模组晶片 可下载GPS测试软体来检测 但也有民众质疑双定位系统是否会彼此受到干扰 反而让定位出彩 手机内建GPS模组定位的时候 它要靠后面软体去作动 应该不会有干扰的问题 既然软体写得顺畅的话 就不会有干扰的问题 专家表示虽然Gronas定位系统 有晶片有卫星 但还没有相对应的软体 目前还无法确切证实可以单独运作 而且开启双定位耗电量庞大 目前还是以GPS为主流使用 东森新闻谢中华 蔡敦寅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